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口头说这个平面构成的时候 经常就是点线面点线面 从小到大的来说 在在学习学习的时候 我们稍微调了个个儿 我们先学的线 为什么呢 因为点和面 它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点的构成 那我对这个点的构成四个字的印象非常深刻 是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 我的平面构成老师要求我们做一个作业 那个作业是期末考试要评分的 这就作为我们的期末考试的这个分数 作业的内容呢 是只能用点 只允许用点 来构成一个画面 构成一幅画 这个画必须要好看 必须要能表达你想表达的这种东西 但是呢 它又只能用点来做 它不能用其他的元素来构成 那么我的同学们就做了很多的 不同形式的关于点的过程的作业 有大点与小点结合的 也有全部都是小点的 那么其中最难的一种呢 我觉得就是 他们用这个 很细小的点呢 用钢笔的这种点 深深地给点出了一幅人偷像 点的密集的地方就是 颜色看上去比较深的地方 而点的距离比较稀疏的地方呢 就是颜色比较浅的地方 他们就用这个方法 居然画出了一幅蒙娜丽莎 你可以想象可能需要几十万个点吧 我想 有了比较自恋的同学呢 就没有点蒙娜丽莎 就点了自己的一个头像 一个呢 是我比较懒 所以我没有用那么复杂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呢 是我确实比较调皮 我读书的时候 虽然学的是一个平面设计一类的东西 但是我大部分经历都在外边玩 都外边拍照 所以呢 我在最后一天要交稿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第二天 没有做也可以交 我忘了做这个事情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搞了一个非常投机取巧的方法 我是这么做的 我就拿了一张A4纸 然后呢 拿了一个那个饼干桶 铁饼干桶 那个盖子 把它压在这个A4纸上 画了一个圈 用铅笔画了一个圈 然后呢 用毛笔把中间全部涂黑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就谈不上什么很优美的话 简直就是太简单的一个画面了 就是一个 有一点超出A4纸大小的一个黑色的圆 然后把这张作业就交了上去 交上去以后 最没想到的就是 我本来是想那个 我本来是想老师 如果 我本来是想老师 如果能给我60分 已经非常万幸了 我 我只要及格是吧 多一份浪费嘛 结果呢 这个作业 后来我们老师在课堂上 在全年级把这个图形拿出来 给大家看 我当时以为要批评我 结果呢 他给我打了一个85分 我记得是全年级 点的构成的最高分 我想老师这个做法 虽然有点极端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当时就跟大家讲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 他说我上课的时候 我老是强调一个问题 说你们就什么都 什么都没听见 是不是 说他强调了什么问题 他强调了到底是什么问题 他就是说点是没有大小和没有形状的 他说是个点 这个但这个点呢 画多大或多小 或者说画什么形状 其实是可以探讨 它不一定是个圆点 它不一定只是一个方点 点是无数不在的 它是没有大小 没有形状的 那我们老师当时给我们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他说地球 你看大不大 对我们人来说 它就是一个平面 它是一个无限延伸的一个低平线 但是如果是你站得足够远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圆 这是另外一种平面 是个圆形的平面 或者说是个圆球 它是个立体图形 但是如果你离得更远来看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点 他说你看看太阳大不大 太阳也就是个小点 星星也就是个小点 所以实际上所有的物体 如果离得足够远的话 它就是个小点 人如果离得足够远的话 它也是个小点 这个点呢 如果跟比它更大的物体 放在一起来对比的话 这个小呢 就会显得更凸显一些 它就更像一个点一些 那当然了 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大地球 也就知道了 其实点呢 它在一定情况下 是可以转化为面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构图 明显就是一个小点的构图 在上面飞着 下面是一个长方形构图嘛 对不对 那么点 那么一个画面 如果有多个点构成 这些点之间 它到底应该怎么去组合 其实蛮讲究的一个事情 我们有单点的组合方法 也有多点的组合方法 如果是说这个多点的话 就更复杂一些 我们要讲究那个 他们之间的疏密关系 他们的所在的角度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做做这个练习 在一个画面上画100个200个点 或者十几个20个点 试图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漂亮的画面 那现在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就一个画面呢 几乎就是有一个大点构成的 是北京的天坛 你可以说它就是有中间这个大点构成 但是你也可以说 它是有一个大点和无数的小点构成的 那个小点在哪呢 应该就是下面那些小人头是吧 就是听说过北京人多 没见过北京人这么多的 是不是 那么这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点 它放在了画面的真中央 你可以想象 它是非常稳定的一种构图形式 那这个画面呢 是由一个小点构成的 这个我想大家不会有什么意义 因为它本身就足够小 所以很容易被发现出来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 大家把这个一张照片 抽象成一个点来看待 或者一个事故抽象成一个点来看待呢 因为一张照片可能会隐藏着 特别多的信息量 在这么多信息量中间 你如果一个个去逐个分析 或者说你分析这个的时候 还牵扯着那个 分析那个时候 牵扯着这个的话 那么你永远都看不到 它一个所谓的整体的构图 或者整体的效果 你想的就太多了 就没有办法直接把握 这个画面的精髓所在 所以在欣赏别人的照片的时候 或者自己构图的时候 都要注意这一点 能抽象成三个点来看待的 你可以把它抽象三个点来看待 当然这个点里面可能还蕴藏着三个小点 分别是他们的三个头颅 那么如果你看到一排数目的话呢 请你把它当成一个点来看待 否则的话你怎么去分析它构图都不知道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的意外就是 如果一个人呢 实在太高挑 或者是说一个什么物件 完全就是一个长条形 那么这种物体 我们或许很难把它单独的视为点来看待 来偷图 我们更愿意把它视作为线 当然啊 它如果足够远足够小 又是另一回事了 那么这就是单个的点 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习 就是这个点到底应该放在画面中的某一个位置 这个还没有讲 但是你们首先要知道 怎么样去把画面提炼出来 看待成一个简单的结合形状 那第二个呢 是两点 就是我们加一个点 再看看怎么样来构成这个画面 我就不再为大家把那个 单个点画成一个绿色的圆圈了 你们自己去想象这一点 因为相信它就都学会了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两点之间 它会如何构成线条 并且如何在画面中进行构图 你可以想象在整个画面中 有这样一条斜线 它本身就是漂亮的 因为它有点活泼 而且它还有大点和小点之间的对比 对吧 这个大小对比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那这个画面的斜线 没有那么的斜 只是一点点 但是你还是能感觉到这是两个点之间的一种关系 这个画面呢 我们更愿意把它视为两个点 而不是六七个点 因为它们三五成群 什么叫三五成群 就是说 这三个人几乎是连在一块的 那几个人呢 几乎又是连在一块的 我们把它单独看成两个点 看待的话 你会发现 哦 原来这张照片的构图跟我们上一张那个那个 两棵树的构图是极为极为类似的 都是一个两点构成线的这么一种构图形式 那么我们说线的时候也说过对角线 那这就是对角线构图 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的干脆 这是一个完全的对角线的状况 这是在河北的玉县拍摄的照片 再来看一张吧 这张照片是在西藏拍摄的 这个老大爷和他寺院里这只猫 正好是同样的一个动作 两个人都在捂着脸 很有意思 手上拿的是金书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画面呢 我们还是看头颅啊 我们在分析这个近景的人像的时候 因为大家的这个注意力主要是关注在脸上 所以我们把这个人的头颅形容成一个点 想象成一个点就好了 那个猫当然他本来就个头想他是一个点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斜线构图 虽然不是完全的对角线 但是人是个斜线构图 这个线一画出来啊 你就可以用我们之前学过的 关于线的构图的分析方法去分析一个画面了 就简单的多 就跟我们之前学的知识就套在一起了 那么如果是多点的话 事情又会更复杂一点 因为呢 三个点还好说吧 因为它可以构成一个线 或者构成一个面 这个画面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三小型构图 当然它也可以是个抛物线构图啊 它是可线可面的 在这个画面里面 它肯定是一个纯粹的关于线的构图 但是在这里呢 它应该是一个面啊 更恰当一点啊 这是一个提醒 而这是一个三角形 提醒一下 这个三角形呢 嗯 非常非常的恰当 啊 而且非常的巧妙 因为如果你是站在地面上 而不是把相机举高来拍摄的话 那你根本就拍不到这样的三角形 你可以想象一下 顶多就是拍到一个 这个穿白衣服的人物站在这个画面的右边 挡住了一大部分的背景 然后左边有三个人站一排 就这么个感觉 摄影师把相机举得很高以后 自然而然的这个三角形就产生了 而正中央呢 是那个球 这样的话 这个打门球一个主题啊 也就非常的明确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常巧妙的画面 而这个巧妙的画面呢 是有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的组成的 注意啊 这个三角形是空心的 而中间的圆形呢 是实心的 这就给我们另一个方面的启示 就是很多人可能误会 就是说觉得这个面 它必须是一个 试大师的物体 它不可以是一个 空心的东西 或者说是一个 或者是有 或者是 或者说是有一个框架 所框出来的形状 但实际上呢 我们在说一个形状的时候 在说一个面的时候 它可以是真实的有的物体 它也可以是有别的物体 所 这个框出来的一个空间 这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 我说你的房子里边 这间房什么形状 大家说是立方体 长方体 这个所谓的立方体 长方体 并不是指你的房间里面 是填满了的东西的 是吧 不是说修出了一个立方体的 这个水泥块 而是修出了一个立方体的空间 它是空着的 也可以称之为面 这个画面里面巧妙的呢 就在于这个 三角形的这个面的情绪 跟圆的面的情绪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 它俩是完全充足的 把它俩融合的放在一起 会给我们造成更多的 可以想象的空间 或者说是更多 更细腻和复杂的感受 那么既然已经提到面了 那我们还是来说说 这个面 它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感 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首先还是给个定义 什么是面呢 这个面呢 它 简单来讲 就是一个点 但是它很大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作为面了 当然 圆形的面是可以的 长方形的面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一条线 如果它足够粗的话 我们也将它称之为面 这个面的概念是 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和点一样 再来看一看 一个有几条边勾勒处的空间 我们也称之为面 这就是我们刚才 蜗牛那个画面里 所讲到的那个知识点 再来看 还有什么东西是面呢 如果有很多的小点 它们比较密集的排列在一起的话 它们其实也形成了一个面 所以你在超市里拍一拍水果的话 它也是一个面 还有什么情况是面吗 再接下来 如果一些线条 它亲密的拍布在一起 那它有一个 就是总体的外轮廓 就是这一线 外围它有一个形状 虽然这个形状可能不是很完整 它有点端端续续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面 它不一定是直线 它也可以是曲线或其他的线条 只要它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明显的外轮廓 我们就将它整体视作为一个面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最抽象的情况 就在一个空间里面 如果有多个点 三个点以上吧 那么这些点呢 如果它的这个轮廓是 怎么说是一体化的 它们几个点之间没有隔太远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作为线 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我说它不能隔太远呢 因为有的时候 它可能比如说有五个点吧 这五个点它很可能会形成一个三角形 和一条斜线 五个六个点吧 可能会形成两个三角形 所以这些点呢 它要完整 它要离的距离是比较均匀的 它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外轮廓 总的外轮廓 它才是一个图形 如果这些点之间 然后东边一点 西边一点 那很可能它东边会形成一个图形 会形成一个单独的面 西边它会形成一个单独的面 它就会形成两个面 或者三个面的构图 这都是可以的 这一个画面 我们虽然没说 它只能是有一个面的构图 那么面呢 有它自己的一个形状 这个面的每个形状 又有它自己的一个形感 比如说 圆形 圆形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这就是一个圆形的面的构图 那我们现在呢 每一个面就看一个形状就好 因为相信大家学了这么久以后 已经慢慢的能感知到了 已经知道我们怎么去分析画面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重复的看太多的图片了 那就是圆形的面 它会让我们觉得 首先很完美嘛 就是圆 不是说这个圆很完美 无缺啊 而说这个圆本身 当然是这个宇宙最完美的一种形状 它四周的力度是均匀的 它的弧线是舒适而协调的等等 所以我们用这些词汇来形容一个圆 比如说完美呢 饱满呢 它很平等 包容团结和谐 它富有张力等等等等 那如果是三角形的面呢 就要分两种情况了 如果是正三角的话 比如说这几头鹿 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正三角构图 我们说的这个正三角构图 不是说那个三边等长的正三角 我们是指锐角啊 我们是指这个尖角朝上的这种三角形 底边相对平着的这种平稳的三角形 这种三角形呢 会让我们觉得它们比较团结 它们是一个整体 它很稳定 因为它不会倒下来 它是一个正着放在桌上的三角形 并且呢 它有一种坚异的情绪 那倒三角就恰恰相反了 虽然它也有一种团结的氛围 但是更多的 它会让我们感觉到比较尖锐刺激 它很颠覆 不稳定 而且具有暴力倾向 当然这要看你的这个画面主体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方形 方形呢又被封为正方形和长方形 正方形当然是一种极为规矩的构图的画面 这个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 其实有点难找 因为长方形到处都有 拍窗户什么的 到处都有 但是正方形会更少见一些 它比较呆板 但是它也很正直 它很平整 而且很平等 它比较公允 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律一样 但是长方形呢就不一样 它稍微会多一些舒适的气氛 它让我们感觉其实还是稳定的 但是它有一点点舒适和自然 它比正方形感觉上没那么呆板 所以它会更优美一些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 还有四边形还有一种是菱形 菱形呢 它实际上是由两个三角形构成的 所以它承接了部分三角形的情感 我们看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其实有很多的形状 它除了中间菱形以外 上面还有长方形 下面呢是由两个T形构成 那菱形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呢 它有感觉活泼尖锐 而且力量感十足 因为它可能像三角形一样 有这个尖锐的成分 但是它是两倍的尖锐 那么T形是什么样的情感的呢 T形和三角形一样 简单来说它分为正体形和倒体形 这个企鹅T形在哪儿 你们可以仔细看看 如果从三只企鹅的整体外轮廓来看 这其实是一个长方形构图 但从里边来看 从这外面的两只企鹅 这个尖尖的嘴巴快搭在一块以后 它中间的那一个空洞 那个空间来看是一个正T形构图 这个正T形构图让你觉得非常的坚毅稳定 而且也会有像这个三角形一样 这种团结的气氛在里头 但是它比三角形可能感觉要更稳定一些 倒体形就有了一点点倒三角的情感 但是呢 它毕竟是有一条底边的是不是 它底下是平着的 所以呢我们老说倒体形是一种稳定中的不稳定 就像这个画面一样 为什么它会用倒体形构图 为什么它不用倒三角构图 有人可能没有细想 他们可能觉得啊这个 它本来就是倒体形构图嘛 这几个人排列就这样子 那你就大错错错了 如果你只拍左上角的那三个人 或者说你拍摄的时候 小心地躲掉那个穿蓝裤子的人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个倒三角构图 所以这个构图是什么形状 跟你站的什么位置 还有你取景中取了哪几个人 是密切相关的 形状可以说是在摄影师的这个镜头里面 是随心所欲的 你可以随意地去改变它 因为你可以改变你的位置 你可以移动你自己 然后你可以站得更高或者更低 你可以小心躲掉几个人来拍摄几个人 所以摄影师一定是有刻意地去拍摄一个倒 梯形构图 而不是倒三角构图的 为什么会这么做 因为他们这种运动啊 现在训练这种准备工作 并不是一个非常危险 或者说非常不稳定的一种准备工作 它无非就是说把这个身体翻上来 让屁股朝着天空 但是这种动作其实基本上是稳定的 但是它有一点点的不稳定 所以它用倒梯形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说倒梯形的特点是 它在稳定中又有了不稳定 这是种很暧昧的情感 但是我们很喜欢这种感受 那么平面构成呢 其实就是有点线面三折来构成的 我们都已经学过了 在下节课里面呢 我们会花一些功夫来看 虚虚多多的好照片 然后我们尝试着看看 能不能不借助这些辅助线 我们直接地从画面中分析出 它的点线面的构成来 再上完下一节课以后呢 希望大家就已经 具有一定的构图分析能力了 在看到一张喜欢的照片的时候 你可以很快地在草稿纸上画出来 它真正的构图的精髓在哪里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